师大附中校友会于上周六1月4号 在Tracy G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新春聚餐 及新就任会长交接典礼 100多位校友热烈出席 互道平安祝贺拜年 展现海外附中校友的团结精神 校友李肇琼一马当仙马年画马 为大家带来了吉祥好预兆 师大附中100多位校友上周六1月4号 在Tracy G职举行新春餐会 并举行新就会长交接仪式 即将现任的陈元华会长 忙前忙后接待贵宾 希望现任前给大家有个愉快的新年餐序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北师大附中校友会 休斯顿这边的会长 我先跟大家拜个年 新年愉快 马到成功 心想事成 副会长余明丽利用幻灯片简报和校友们 分享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果 随后陈会长率领副会长和理事们感性发言 并将工作任务交给新团队 在驻休顺经文处夏季昌处长的见证下 现任会长陈元华和新任会长黄初平 完成交接仪式 全体高昂的心情合唱笑歌 迎接新年度的到来 乔教中心主任邮政才对师大附中过去一年中 对乔社活动的热烈支持表达谢意 在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看到我们师大附中在乔社 注入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一股风气 我要特别谢谢元华会长 谢谢你带领我们所有 师大附中的所有朋友们 在我们社区营造一个青春活力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社团 那同时呢 我也要再一次来谢谢我们师大附中校会 过去长期以来对我们乔社活动的支持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还有未来展望 我们希望乔社可以有更多的年轻心血来加入 我觉得这个精神就是我们师大附中的精神 即将离任回国服务的张家华秘书和叶力源副主任 硬邀出席参会 接受师大附中的欢送心意 前会长方陀生于参后向大家汇报了 去年向休斯顿办事处陈情抗议 台湾特色招生 对师大附中招生比例有失公正 最后也获得台湾的正面回应圆满落幕 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马年 校友李兆琼当场辉豪画马 并于摩采活动中赠送于幸运校友 为大家在开年当头开出了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参加 师大附中同学会在休斯顿的聚会 我是实验舞班 就1958年毕业 看到副中同学 大家这么团结 做得那么好 而且那么有活力 实在非常高兴 尤其是会长 副会长 还有他的团队 大家都很合作 真是 今年新年 祝大家 马年 一马当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